日前淡水老街上的福佑公 准备了白米等民生物资 要捐给淡水区公所的食物银行 而淡水福佑公表示 日前在庙里面所办理的中原法会当中 信徒所捐赠的许多平安米 还有面线在法会之后 希望捐赠给新北市淡水区食物银行 借由淡水区公所的平台 给需要帮助的弱势民众 淡水福佑公今年的中原普渡 我们有很多的三星大德 捐赠了一些的这个普渡的贡品 还有白米一批 我们今年比较特别是我们白米 有收到捐赠将近的三千斤左右 我们除了今天透过这个机会 送给我们淡水区公所的这个食物银行 还有我们淡水区这个里长连语会 这次庙方捐赠了许多的普渡品 还有生活物资白米等等 而这一包包的白米上头 也是庙方推出的妈祖平安米 象征保平安 而庙方表示 这次所捐的物资 有罐头饼干 面条等非常丰富 还有三千斤的白米 而在这当中也包括了 要赠送给淡水里内的 饮法足共餐活动 对此里长连语会长也表达 感谢庙方的善举 淡水服佑公做公益活动 不落人后 尤其是我们谢主委 那每到了节庆 特别关心我们洛市的这个区块 那在这个时候 特别赠送给我们个里 也有一些米跟一些需要的一些物资 那若是个里里长有需要的话 也请直接到公所去领取 那再次代表 里长连语会感谢我们谢主委 感谢我们淡水服佑公的爱心 很感谢服佑公 那在这一次的我们辅度之后 提供相当多的贡品 还有白米 有一百份的贡品 贡品有五百斤的白米 那给公所 甚至给我们十五个里 还有相关的这些爱心单位 让大家感受到 马祖的大爱 那也感受到我们服佑公 包括主委 各位李建市 对地方的关心 区长表示淡水服佑公 关心弱势不遗余力 过去公所 食物银行也针对淡水 生活困苦的弱势 民众提供生活物资 而这一次受到疫情的影响 也有许多困苦的民众 弱势有需求 区公所也会透过食物银行 来提供协助 来帮助更多需要的民众 记者许多印淡水采访报导